賀卡部分補充一下 當然因為你賀卡要有些相關素材 可是網路上真的以前好像免費的蠻多 但我發現現在免費的USA都要叫你註冊 註冊之後還不能下載 可能還要付錢才能下載 所以有的時候真的是很不好找 所以比如賀卡相關的一些素材 你只要找不到 我是覺得Copilot好像 但是Copilot我記得好像如果用 Google的Chrome瀏覽器會有問題 所以你可能要用那個Edge瀏覽器 微軟的Edge 然後網址的話就是Copilot 這個可能你們找一下 或者好像從這邊也可以進去吧 右上角這邊也有 然後你到他的網站 我是建議用網站 然後把這個相關的 比如說請幫我產生一個什麼 一個母親節的賀卡 他就會很快的幫我產生很多賀卡 而且你可以如果不喜歡 再跑一下 他又馬上幫我產生一個新的賀卡 那如果假設你 因為他一下就四張 一下就四張 你可以挑你喜歡的 比如說這一個好了 他就可以直接下載 或者是直接 你可以把它下載 他就是一個JPG 那你如果這個把它下載之後的話 要開啟蠻簡單的 因為他位置應該是在 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這邊 然後他在下載的位置 那我的習慣是直接 點開下載之後 把這個下載的位置 複製一下 因為如果你要在Photoshop裡面開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你要用開啟就檔 所以把Photoshop打開 然後呢 這邊開啟就檔 那把剛剛的這個位置有沒有 這個就是Download的位置 下載的位置把它打開 那就是在這裡 直接就可以開起來 那讓開起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你有些地方不喜歡 像你只是 底下的字你要重打 上面這些都要的話 那你其實是可以 透過像快速選取工具 有沒有 那把你要的 這個快速選取 或者是用那個 魔術棒工具 把你要的部分 把它選起來 然後呢 其他的話 就是把它去掉 反正這個是 可以自己再去做一些調整的 把要的部分 像這個框起來 然後一樣反轉 把它取 那有哪一些不要 下面這個如果不要的話 那你可以用那個 舉行工具 然後這邊的話 因為要去 去掉的話 記得就是用減去模式 那我先把它反轉一下 反轉 變成選的部分 是要的 那去掉不要的部分 你就可以 把那個用 舉行工具 有沒有 然後呢 把不要的部分 減去 減去 比如說下面這一塊 我不要 你可以把這個不要去掉 那這個就不選了 那再來你就可以 把它Ctrl C 有沒有 然後Ctrl V 貼上哪裡 貼到你要放的那張圖上面 比如說Ctrl V貼上 這邊就有了 太大的話 你一樣Ctrl T 你可以再做變化 甚至你要調整角度 放大縮小 其實都可以 那把它放到你覺得 比較OK的位置 比如說這邊也許把它 再放在哪個角落 或者是說你需要多一點點的插圖 那我是覺得這個方法 應該算是簡單又快速 而且不需要說網路上還要找半天 才能找到你需要的這個 不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Edge 不能用Chrome的微軟器 那其他的話 這個圖其實真的還蠻多的 而且它很快樂 不滿意 你可以讓它重新再產生 甚至你可以把你希望產生的插圖 直接就要Copilot 我記得這是微軟的Copilot 畫面就再還給各位一下 可以利用那個AI 那個Microsoft的Copilot 裡面 那當然其他的AI能不能產生呢 其他AI我印象中好像沒有辦法 好像那個Charge VT 它沒辦法產生圖 然後Gemini Gemini 我不確定 Gemini也許可以試試看 Gemini 它會顯示說 我還不能建立影像 所以無法幫助你 所以目前 AI裡面呢 可以產生影像的 就只有Copilot Gemini是確定不行 記得 Gemini好像本來可以 後來也不行了 那這個我是覺得 如果你要產生一些相關的素材 實在是找不到的話 那那個Copilot 這個地方 我覺得是 還蠻適合的 其他的話 也許就是 看你要產生 甚至外框啊 背景 其實你也可以請那個Copilot 幫你產生 OK 試試看